浦里镇珠子山长照创新整合型服务场馆动土典礼 包括卫福部长期照顾司长朱建芳 县府社会级劳动处长林志忠 立委马文君、罗美玲 议员王采云、林芳瑜、黄世芳 浦里镇长廖志成等贵宾都到场 表达对老人长照的重视 这个长照到如果起来 它是在我们暴力向现代化、向新、向多功能的长照道路 也能不管在我们社区里能用 也能提供我们美国的长照的计刀 经过地方的一个建立 还有政工所的努力 我们朱宰山的一个社区活动中心 它就变为创新整合型的结合长照服务的一个场馆 林处长表示 高龄化社会中长照场馆的设立更显重要 县政府将持续协调乡镇市公所 同时呼吁民间团体、企业积极投入社服行列 一同落实中央推动 一国中学区一日照的目标 我们主要参加社区社区的营造都做得非常好 相信现在如果一个好方法 未来一定可以在这个部份也可以做得更好 而且结合多功能 可以把社区所有的主管 跟他们可以运用的 我们的中队都可以融合在一起 我们南投县不管是公所 不管是我们县政府的一个积极努力之下 那我们也逐步在落实中央政府所推动的 一国中学区一日照的这个目标 普里镇竹子山长照创新整合型服务场馆 预计新建地上四层建物 一楼为西级巷弄长照站以及社区活动场地 二楼为多功能活动空间 三楼为日照中心 总经费约计5090万元 预计六个月后可完工 记者曾光佑 普里镇采访报道